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回到MIT App Inventor 的課程 今堂將會是我們的第五課 我們上一課已經做完登入系統 有很多同學可能會問 這個登入系統做出來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做了登入系統的時候 就學了很多基本的操作 以及這些基本的功能 就可以幫到各位同學 在未來的課程 我們要做更加深的東西的時候 會更加容易去理解和跟上課程的進度 就像我們今堂一樣 在我們第五課 接下來的三課我們都會去做一個簡單的遊戲 讓大家去體驗一下我們做遊戲的時候 需要注意什麼呢? 以及實際上我們需要去用什麼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 好 回到我們的桌面 我們看到今天我們有一顆綠色的豆豆 我們有一個叫bob 他叫了bob 但是我們將來會給他多個名字 他就會叫bob 那我們去回我們的app inventor先 我們上課就做到這裡 我們有兩個screen screen1就是我們的lock in 然後screen2就是這個Welcome 然後有你的名字的screen 我們想在這裡繼續做下去 我們想把這個button放在這裡 把它改回裡面的字 叫game 這個按鈕就會帶我們去遊戲那一版 當然我們在這裡也想去改這個名字 這個就叫做gamebutton 這個就叫我們的gamebutton 然後我們就要加一個新的screen 就叫做game1 好 那我們有一個新的screen之後 我們就去回這個blocks這裡 我們首先要回到screen2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看到這裡有個差不多格式的東西 因為我們想要把這個gamebutton 會按下去之後 就轉去game1這個screen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邏輯 大同小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複製 然後改回可以改的東西 就完成了我們這個 轉頁面這個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按完gamebutton 鍵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game1這個screen 我們去回game1這個screen 去回Designer這裡 我們要想想我們的版面到底會是怎樣的 好 首先我們要去拿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一個遊戲 其實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在這裡 Drawing and animation Drawing and animation這裡會有什麼呢 我們要拉一個Canvas出來 Canvas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遊戲所用到的位置 它的物體可以去到什麼的位置 就是由這個Canvas去定 我們這裡看到現在很小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呢 我們就看到我們按著Canvas1 右手邊我們的height 可以按做Full parent 而width也可以按做Full parent 那它忽然間就會撐滿整個screen 那是什麼意思呢 Full parent其實就是 看見到這個是Canvas1 那Canvas1它的parent就是上面這個game1 就是game1這個screen 這個screen就是Canvas1的parent 所以Full parent就是把這個parent object 去做一個填滿 那我填滿了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遊戲的object能夠移動的位置 第二樣東西 ImageSprite 我們要把這個放進去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其實就是充當著一個遊戲的角色 那我們要怎樣把剛剛 我們那顆綠色的豆豆放進去呢 首先我們要按這裡 Media Upload File 選擇檔案 選擇我們剛剛有的這一顆 我們將upload上來未完的 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要在這裡 Properties 有個Picture 我們的Picture 按回Block.png 大家看到它現在很大 我們就可以把它大概調成40個pixel 那它現在就是一個40x40pixel的一個object 這樣呢 然後我們就要它可以移動的範圍 其實就是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框框裡面 好 那我們先把它改名 我們叫它做bop 那我們就方便一點 我們在後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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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Program的時候 可以把它拍出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做完這個 遊戲畫面 和角色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操控的地方 那我們要整個上下左右的按鈕在下面 所以我們要騰空空間出來 Canvas裡面呢 只是會顯示到game object而已 所以其他的東西是放不進來的 我們要在這裡 Parent 這個 Canvas的height 我們去改回 大概 只要給 70%的位置去 那我們就騰空了這裡的空間了 那到底我們之後要怎樣做呢 我呢 就會選擇用tablearrangement 放在下面 然後做一個3x3的格子出來 那為什麼是3x3的格子呢 大家可能看看就知道了 我們第一個放在這裡 第二個放在這裡 然後 之後 四個按鈕這樣放呢 就完成了 我們上下左右四個按鈕 這樣了 那呢 同樣道理呢 我們要改回 我是這個text 那各位同學 留意一下 大家正在改的是什麼呢 例如我這裡 見不見到 穿著綠色框框 這個呢 是text 這個button1 所以我在這裡 應該會打up 這樣 那樣的 那如此類推 你按下button 就打down 那 那 這邊呢 打個left 那 而這邊呢 就打回right 這樣 那 由於我這裡沒有用 所以其實我們想把這裡拉滿它 我們把這個tablearrangement 的width 呢 就fill parent 那它就去盡的 嗯 button1 1234呢 我們的width 做回大概33% 那樣呢 就可以 可以 去 整滿它 好 四個按鈕 它的width 都是等於33% 那樣呢 我們就有一個 非常之簡單的操控 操控框 去幫我們 控制我們的abort 好 然後呢 還有一樣東西我們要做的 就在這裡 button1 2 3 4 我們要把它改回 這個名字 因為呢 我們在這裡做 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要在 我們的programming的時候 都要知道 我們這個按鈕是什麼 才可以 去比較有效率 這樣去完成我們的 programming的 那 我們要浪費一點點時間 去把這些名字 整合它 然後這個呢 就是right button 好 好 up down left right button 然後呢 我們就去回blocks 這裡 好 去到這裡 我們就要去 靠這四個button 令到我們abort去動 那我們要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看up button 我們這裡有這麼多功能 平時呢 我們是會用whenbutton.click的 這個有什麼用呢 多數是一次性的按鈕 例如lock in 我lock in之後 就不會再看到一個按鈕 還有我按下去 只會做一樣動作 我們就會用 動作 但是遊戲方面呢 我們主要是有分 按下去 和鬆手兩個動作的每一個按鈕 所以呢 我們想比較specific一點點 用這個 whenbutton.touchdown 和whenbutton.touch up 這個 那touchdown呢 就即是說 我的按鈕已經按了下去 而這個touch up呢 就即是我這個按鈕 鬆上來的意思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東西 去操控我們abort的上下左右 首先我要它的speed speed就是它會跑幾快 duplicate 在我們鬆手的時候 很明顯我們是要把它的speed 去做0 各位同學留意 我們用的是math這個0 因為math這個是一個數字 它是能夠去做計算的 在text這裡 你同樣可以放一個0 但是它就不能夠去做計算了 系統只會把它當成一個文字 而不是數字 這樣呢 在speed裡面 它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要這樣做了 speed來講呢 我們大概給它一個10 然後呢 我們就要去再做另一件事 因為up button 我們要它向上行 向上行 我們就要去看看 set above的什麼呢 我們要set above的heading heading的意思就是我去哪邊 heading to哪邊 好 放在上面 我要heading to什麼呢 heading to都是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逐個試一下 大概應該是0 0就是向上的 正常來說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可以去test一test它 那 剛剛一樣 我們跟之前一樣 開這個AI Starter 黑色畫面 出來了 好 然後回去emulator 好 對了 那今堂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會起碼 令到我們 bob可以上下左右 這樣 動先 這樣呢 就可以 令我們去 去 比我們之前的 去 比我們之後 去做得更加好 好 那等一等 我們先 我們重新 開個AI Starter OK 然後呢 emulator 好 我們試一試 用這個系統管理員的身份 好 那 它現在就出來了 不過呢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它這裡呢 是不能夠去做一個連接的 有時候 各位同學 這樣起到出來呢 都麻煩大家 其實真的 要關掉它 然後 重新 開多個身 因為呢 它要靠 這個 的畫面 呢 去跟它做一個同步 所以呢 我們要重新開過它 那 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 跟各位同學 講講 咦 我們這裡 大概 我們想看到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按個 up button 的時候呢 它就應該是向上 走 因為它是up button 那 就會set bob的heading to 0 我們assume 它 heading to 0 是等於向上 先 這樣 然後 它的speed 將會是10 當我們按實它的時候呢 它就會一路一路向上 走 當我們鬆開 up button 這個鍵的時候呢 它就會停下 這個就是我們暫時 想看到的東西 我們看一看 如果我們現在按up button 向上 會發生什麼事 好 好 那首先我們第一件事 看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不見了down button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呢 我們這個電話 跟我們的emulator 這個電話不同 所以我們可能要把這裡 弄成60% 這樣呢 就會令到它可以show整個畫面出來的了 好 perfect 上下最後 我們按up 我們按up 它是向右手邊走的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我們呢 就去回我們的blogs 去試一試 我們右手邊是0 右手邊是0的話 向上 我們試一試270 好 可以試一試這個 因為我剛剛轉了一些東西 我們按connect refresh companion screen 它就會重新load一次的 按up 好 完全調轉 不要緊 那我們現在大概知道了 我們0是向右走 90是向上走 向左是180 而向下是270 這樣呢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去清楚知道 到底它上下左右的heading 到底會有什麼 現在沒錯 它的確可以向上走 那我們就可以做其他東西了 同樣地 duplicate 對啦 不用再重新拖那些東西出來的 這個是一樣 我們要對回位 這個up 我們這個呢 就做down 這個做left 這個做right 剛剛我們說過 向上是90 向下是270 因為我們會計算角度 而left呢 就是180 right呢 就是0 好 那我們這裡呢 就做完它的上下左右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 重新refresh companion screen 然後去試一試 我們看看它可不可以跟著上下左右這樣動 上 下 左 左 右 那 雖然呢 它說可以上下左右動 但是其實呢 我們這個左呢 就做得不太好 我們因為它調轉了人 所以呢 我們下課呢 第一樣東西 我們會fix的 就是這個 我們怎樣令它轉左的時候 可以好像轉右這樣 都是這樣走呢 那 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們這裡 讓bob動 他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下課呢 我們下課呢 將會繼續去完成這款遊戲的 那 今課我們學的東西就是 我們怎樣去把bob 可以做到上下左右移動 那我們下一課 將會繼續我們這款遊戲 那 好 我們今課就到這裡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再見